歡迎來到MTV大嘻哈速逗 Yo 我是Twinite Group 來自高雄 來自全街 AKA加40 很舒服 Hello Young Boy Melody K叫我齊陽 Yo 大家好 What you waiting for is Kwanzo 大家好 我是 Kwanzo 你名字是 我 為什麼呢 我覺得我比較帥 好的 人愛有知情 你們每個人都這樣子 那我想知道你的第二名是誰 我的第二名是 Orex 其實我覺得他化妝之後 還蠻像那種韓國 Show me the money 那種男明星的 你什麼名字呢 Odiki Zay 因為我覺得他是那種 可愛型的 就是我覺得 女生看到他應該都會蠻喜歡的 而且他講話又聲音又很高 唱歌又很高 WTF 這樣 Gami 不知道為什麼他的臉有點小不協調 就是他 就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出來 這有一個 冷餃子 就是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這個已經是 這是倒數第三了 倒數第三 好的 倒數第二 男太胖了 其實我覺得本人更胖了 他這個還有羞瘦一點 而且他這個就是很像 沒有很像吉祥物嗎 我覺得大家可以找他當吉祥物 好 最後一名 就是我覺得他有點 他臉有點太ㄍ了 不知道在ㄍ什麼這樣 不是不帥 不是不帥 可是我覺得 因為我如果看同性 我會以異性的角度去看 對就是 一顆我如果是一個女生 或少女性的話 就是 他這個有點怕怕的 第一名就是我 因為自信爆棚 一定要了吧 好 這可以 來 第二名 第二名 C Holly 對 畢竟是女團嘛 一定要 顏值一定要夠高 OK 第三個 馬進 我覺得他有那個國外的臉孔 其實 蠻喜歡的 蠻好看 再來 歐吉虎 我覺得歐吉虎有自己的 一個 大哥的態度 蠻帥的 我覺得 好 然後再來就是 艾蜜莉 艾蜜莉也蠻帥的 我覺得他有一個 歐美感 就是他的穿搭跟他的 哥都蠻帥的 蠻符合他自己的形象 對 再來就是 拖鞋哥 拖鞋哥為什麼叫他拖鞋哥 就他每次都穿藍白托啊 他剛剛也穿藍白托來 對啊 對 所以我覺得風格蠻重要的 哈哈 我總把他拍到最後面 欸 等一下喔 小卡比 我蠻多 朋友都很喜歡他 但是我覺得 剛剛在講顏值嘛 好 那我拍完了 對 哈哈 沒有啦 我覺得這個 照片不太準 他臉有點腫 對 我可能推一下 喝一下分解茶 我的第一名是我自己 好的 所以要對自己有自信 OK 好 然後我的第二名是 阿法 沒有阿法就真的很帥 不管他在饒舌的時候 或者是私底下 就是他是一個 不管是男生還是女生 都會看他 都會 荷爾蒙爆發 對 的那種 第三名是阿夫 我覺得阿夫就是 五官很深邃 然後 人非常幽默 所以 我給他第三名 真的也蠻帥的 第四名的話 就是 成熟男性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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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為什麼我覺得越後面 越感到有點拍誰的感覺 沒有 我們這組的男生 真的都蠻帥的 女生也蠻可愛的 嘎腕也是五官深邃 然後 提格很好 對 然後 史蒂芬 我覺得史蒂芬的鬍子 蠻性感的 因為我覺得其實我覺得 真的不是每個人 都有辦法留鬍子 然後 不知道 鬍子在他身上出現 就蠻合理的 對 男生的話我會吃Rex 為什麼 因為跟他出去真的很好玩 因為像 像這幾天我們都住他家 我們住基隆 他帶我們去爆吃 基隆廟口 那種滷肉飯啊 什麼 一叉香滷肉飯 或是營養三叉製 都很好吃 那 誰你最不想帶他出去玩 應該是筆傑啊 為什麼 就是我有點色孔 然後如果我 譬如我在搭捷運 然後我們可能一手握著欄杆 我覺得他極度有可能就會這樣 身為女生你想帶什麼 女生的話我應該就會選一類 他很可愛耶 我覺得跟他出去應該會蠻好玩的 就是 跟他認識之後他就北藍北藍的這樣 我覺得 C Hollywood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他蠻high的 我覺得出去玩就是要帶high的 他不肯跟男生出去玩 誰要跟男生出去玩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Faughty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 Faughty他是 他都在埔里那邊 然後他有跟我分享過 他都會去遊山玩水 就是 他們在念大學的時候 每天都在 可能瀑布啊 然後什麼的 我就覺得 很羨慕啦 因為我是 我算都市小孩 所以蠻羨慕他的那種生活 所以我覺得如果帶他的話 他一定會帶我去很多很好玩的地方 Rex Rex 其實我剛才有一段故事 我跟Rex之前就認識了 然後其實我跟他 就是之前不太熟 然後是因為我朋友 跟他比較熟 然後我就覺得 跟這個人看起來好難相處 然後我就覺得 我覺得不要跟這個人當朋友 然後後來來大嘻哈之後才發現 就是兜兜轉轉 你們兩個好像又兜在一起 然後還去大家住 就覺得蠻好笑的 很奇妙的緣分 對 蠻奇妙的 我覺得那個 他叫什麼名字 Aquaman Aquaman 怎麼了 就是 因為他也是B-boy 我最近才發現 然後他 我就是看第一集 然後再看我最近跟他 最近的那個 他的反應 我覺得他 私下很可愛 他就私下這樣 很腼這樣 但他看起來就很兇 然後穿個藍白脫步道來幹嘛 所以我覺得Aquaman 給我反差蠻大的 阿夫吧 因為阿夫真的 就是 他在節目上就是塑造一個 他很愛喝酒的形象 然後就瘋瘋癲癲癲的 但我沒想到他私底下真的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 因為我以為是 你也塑造出來 對 我以為是那個人設 你知道嗎 對 可是他就是 我們不管什麼 跟採訪啊 或者是首映會 每天都喝爆 然後就 他講話的時候就很ㄎㄧ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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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ㄤ 這個人真的太扯 對 很酷 每次女生喔 你要跟他申請備忘了30秒嗎 應該是REX ODKIZA跟GAMI B 為什麼 為什麼 等一下 對不起我把REX改掉 好 我REX改成Ponzy 好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如果看REX的話 感覺他 長得到他眼睛太小 因為GAMI B感也是一個蠻浪漫的 感覺啦 就可能會有點小融化這樣 對 但我喜歡女生 對不起 他有另外一位是 ODKIZA 因為他的眼睛會笑 可是我覺得這樣講講有點像那種 你說那種尖層 眼睛都會就是有點小小然後會這樣笑 選擇前三名 剛剛擁抱30秒 是 兄弟的愛 選好了嗎 AQUAMAN第一名 AQUAMAN第一名 我覺得他非常的Peace 他非常有 就是跟他相 看起來他這個人就很好相處 對 我覺得如果跟他當朋友應該不錯 對 然後再來應該就是小卡比 對 小卡比也是那種 上場很兇 但是其實私下人很好 非常nice 那再來 因為跟艾蜜莉比較不熟 欸 跟艾蜜莉比較不熟啊 欸 他有O級虎啊 完全沒有放在 完全沒有放在名單裡 他看起來太兇了 喔 對 好 前三名就誰抱起來會最好抓 小卡比 哈哈 他就給他軟軟的 好像一直娃娃之類的 揭文的話幫我選擇前三名 如果你是女生的話 第一名會選 阿法 他有那個 就是男性賀爾蒙爆發嘛 所以就 男生女生都會被吸引 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感覺他 是一個很好的 男朋友 這樣很乖 我覺得第二名是 就是 他感覺是一個很浪漫的 對 所以他 喔 講這好 真的好 我覺得我的耳朵是在發 你已經變紅了 對 他感覺就會 什麼 發四十的蚊子 第三名 我選 馬克 就馬克哥感覺很 會 照顧別人 所以他 可能在接吻的時候 也會很在意對方的想法 就是心思很細膩 如果今天你跟女生接吻的話 你會注重什麼點 我會試探 好精細 就是先試探嘛 那如果對方有給予一些回應的話 代表 好像還OK 那就再慢慢 就是你不能 一開始就直接 強攻 我覺得這樣會讓對方嚇到 對 因為我們都在Rex家吧 原本想說就是每天都要 爆練習這樣 就我們第一天來就 爆打麻將 首播一二七號那天 我們聚在一個 一個酒吧 桃叉二村 好 然後 然後現在Rex的朋友開的 然後我們就去那邊喝酒 然後我們就是 開一波之前我們就講好說 只要有畫面 就要 喝一杯Shot 那你們猜一下 當天誰喝最多Shot 我靠 開頭到結束他應該喝了十杯吧 全部都是他這樣 然後 然後Rex是主酒 然後 然後 他一個畫面都沒有 那個Rex 有我就跟他說 沒有沒有沒有 下一集一定會有 第二集一定會有 我跟你講保證 對啊就是 因為我們都很期待看到他 就想說 因為他第一集唱那個 I feel like oh yeah 那個那個 很想聽那個喘氣聲 還沒有被剪出來 但我覺得 把他放在第二集也是不錯啊 對啊 好久成功底 我覺得印象深刻的反而是 前幾天跟狄大胖老師拍一個 interview 我覺得 就跟他聊天之後 我覺得 我平常喜歡的音樂或是文化 他都蠻 清楚了解的 所以我那時候跟interview 跟他聊天的時候 就得到蠻多的 啟發 所以我回去又 再用不同的方式 再練習這一次的比賽 恩 我覺得有趣的事情是 我們首映會那一天 很早就結束了 大概下午一兩點就結束了 然後 Porty 他就不知道為什麼 他到十點才有事 然後他就 不知道去哪邊 卡到說要來我家 然後 反正大家聽聽可以聊聊天 然後我們就去買啤酒了 大白天的在我家喝啤酒 然後 他就開始freestyle 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我自己是不太會freestyle的人 然後 他也是free旋律 不然就饒舌 我覺得很好笑 對